5月22日,来自武汉大学的近20名台生走进黄皮渡堂村参观,并参访当地台资农业企业,一心回乡农业基地,感受乡村振兴为武汉偏远农村带来的变化及发展成就。 廊外青山花鸟林,流水玉带绕村亭,白墙灰瓦绿相拥,青石板路驱景通幽,漫步于武汉黄皮区渡堂村,眼前田园风光让参访的台湾学生陈柔军赞叹不已。 这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,能够让我现场看一下,无论是建设旅游产业之类的,还是说积极地建设一些扶贫项目,建立一些亲子互动,吸引一些大人或小孩来这边,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些举措。 渡堂村过去曾是典型的空心村、贫困村。2014年以来,武汉启动美丽乡村建设,渡堂村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,实现破房变新房、乡村变景区等转变,或凭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。 台生在此参观了改造后的村庄、农房、木兰文化补物馆等。 在一新回乡农业基地,台生了解了基地发展历程,参与土豆采收、冰沙、饼干制作等过程。 该基地由台胞李旭清创办,现拥有2000余亩有机农业产区,致力于打造现代化、科技化、智慧化农业产业。 今天有幸来到这个农业基地看一看,可能有慢慢在进步吧,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子是为了要增量增产,就用很多的农药什么的来侵害我们的土地。 因为其实我们家可能也有务农的人,就觉得他们用这种心情去对待这边土地,还蛮感动的。 未来的话可能就是,我虽然是个台湾人,但是我肯定以后是留在内陆发展的,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农业这一块,然后所以今天也是算是第一次接触。 然后我觉得未来的话,如果有机会的话,可以就是一起发展一些工作的感觉。 此次活动由武汉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支持,武汉黄皮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,旨在增进台湾青年对武汉,对黄皮了解和认识,搭建台湾青年来武汉创业合作的桥梁纽带。 湖北历来重视俄台青年交流合作,通过搭平台、办比赛、建基地及资金政策扶持等方式,增强两岸青年交流与互信,截至2020年12月,在湖北高校就读的台籍学生600余人,在俄实习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达900余位,注册成立各类企业及团队300余家。